為何人犯了法律師也要幫助他們 這個問題 當我讀法律時都會問我的師傅 到今天,很多人都會問我 或者我朋友和他兒子的故事 可以為大家找到一個答案 我的朋友和他的太太很大年紀才有兒子 老來得子當然疼他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很乖,很聽話 但當他慢慢成長,開始反患 連群結黨去打架,還偷東西 到他十五歲那年,終於被警察抓了 要面對法庭的審訊 於是我的朋友就帶了他的兒子來找我 這個年輕人一進來,態度非常輕挑 完全不把他的爸爸放盡眼外 爸爸跟我說,我兒子犯錯,責任在我身上 兩年前,我患了肺癌 當時我很害怕,很亂,很難受 時時都要電療、花療 要切除三分之二的肺部 結果是要休養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的病最後是好了 但就是因為我只顧著醫病 疏忽照顧我的兒子,令他誤入歧途 他的本性真的很善良,他真的很孝順 我一直聽,一直很難過 父愛的偉大當然令我很感動 但怪不應該怪兒子在爸爸生病時 闖禍嗎? 為何爸爸要把所有事都攬上身 我開始罵兒子 你覺得你自己跟壞朋友一起打架 很帥氣嗎? 你不覺得可以影響他們做好人才是型嗎? 你沒想過爸爸患的是癌症 隨時都會死的 但他掛自己是你 他一句都沒有反駁 跟當初的態度完全不同 眼神流露出悔意 我相信他從來都沒想過 爸爸會因為他走差踏錯而自責 這個小朋友終於明白自己做錯了 審訊之後兒子沒事了 他可以好好照顧病可無耐的年老父親 我相信他會改過,努力讀書 將來好好工作,報答父母 為這個故事寫上完美的結局 這件事我的體會很深 亦是為何人們犯了法 律師都要幫他這個問題找到一個答案 就是給他們一個機會 如果一個人被警察抓了 未經審訊就被標籤成為罪犯 那是很不公平的 很慶幸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有公平、公正的審訊 還有上訴的機制 但就算一個人真的犯了法 是否就是實惡不赦呢 如果我們肯給這些人機會 可能這個世界上多一個好人 少一個罪犯 為何不去盡力幫他們呢 知錯能改,善樂大言 是老生常談 但亦都是令這個世界 變得更加美好的永恆法則